你蹲下吃 定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Dee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 一件你們經常會在家裡煮的東西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用來煎 或者做韓燒 那是什麼呢 牛辣條 即是牛腩 那你們經常會說 為什麼這個叫牛腩 其實只不過香港人 現在很少吃到牛腩 方便別人去煮 這些也是在一個腩位 在牛腩骨下面 骨魚骨中間 那裡中間有一條肉 那條肉其實都是牛腩骨 也是腩牛腩 所以它叫做牛腩條 怎樣去處理它 可以做到韓燒呢 其實只要浸水 我們先拿去解凍兩個小時 那就應該沒問題了 因為其實這些貨是美國的 那美國貨有什麼呢 肉質很流 平時我們吃的牛腩骨 即是牛仔骨 都是跟這些肉是一樣的 所以它其實沒什麼分別 只不過你會選擇包裝 或者它外面可能會有些 500g 1kg 我們店舖自己用的 通常都是1kg 因為這些方便 我們用來加工 你可以看一下肉 肉裡面其實中間位 骨魚骨中間 都會有些油花在這裡 雖然它是大根 但是只要切了些根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拿去浸水 經過了我們放了兩個小時之後 就已經溶到可以拆開一條條了 那現在呢 你看到可以一條條 有大有小 那我們一會兒切的時候 切完之後呢 那我們怎樣切完這些根 切完這些根 這裡這些根 底白色這些根 和表面那些 我們現在會切走 接著呢 就會告訴你怎樣切 可以拿回家做韓燒 首先呢 我們先起底根 因為還有表面的 那現在就切了 按住這裡 拉過去 那麽那個 litt 這個 história 我最重要是 將對面的肥膏和肉 這些位置切走 再调一转 接着就还有这条根 如果一条根在这里 一直拉到这里 整条切走就可以了 就这样 切完之后你看到的光泽是很漂亮的 接着没有根 你会看到有油花 因为这些是美国的牛辣条 它的肉质是甜的 嫩的 我现在就开始切烧肉了 现在来了 你看到一条这样直的 最重要是 如何将中间有些纤维根 车切 这样切 接着就放到碟上了 除了刚才切到一条小块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首先把牛辣条切好一半 接着按住它 将它这样切开 将它这样切开 先帮它切花 当然 切得漂亮的 斜切 是这样斜切 这样斜切 反过来也一样 完成了 完成了 做就做好了 当然要试吃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切完 脱手套 先拿回碟 开锅 好 好 刚才这些油 就是刚才我们切的 有些会多些 有些会少些 那这里 我们刚才切的 这一碟里 我们只用了三条 好了 现在开好锅 就要煎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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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好 那搞定了,當然是試吃 好吃,為什麼好吃呢? 因為有肉味,我加了一點鹽鹽 鹽鹽沒有太鹹,所以調味道比較鮮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切的一條 另外有芥花的,肯定很軟 這個軟很多,不過因為切得薄 就是肉味不夠,但在裡面沒有咬口 由於這樣,我經常都自己說 我真的想試一下,我過來 嘩,今天是狐狸,OK 我給你試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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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為什麼要躲起來呢? 這麼有趣呢? 好吃嗎? 我還未聞,你就說,你就說 鴨頭了 等一下,不行,再試一試這個 你蹲下吃 好了 其實哪個比較好吃呢? 其實 這個 大家可以回家試一下,你覺得這個好吃嗎? 還是這個好吃?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的IG 拜拜 拜拜 拜拜